老板今天要介绍一部电影给大家 这部电影是叫做Air 其实身为老板可以看书学习 上课学习 甚至看电影也可以学习 我自己就最近看了这部电影 学了三个lesson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好不好 来第一个lesson是 If it is the right talent 是值得你投资的 当Nike他们的公司刚上市的时候 而且他们公司那时候也不大 他们就spot了一个talent 他就是谁 他就是一个basketball player 叫做Michael Jordan 我相信大家都认识Michael Jordan 对不对 那时候的Michael Jordan 还没有进入到NBA 所以这个talent是consider 还没有被发掘出来的 在那个时候 Nike的团队就想尽办法 怎样可以签Michael Jordan回来 可是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他们的budget很小 他们那时候只能够afford250千 去签三个player 但是Michael Jordan一个人就要求 要一个人拿到250千的酬劳 就代表他要拿完整个budget 到最后他们决定了把所有的budget 250千都投资在一个人才 除了250千 Michael Jordan还有extra要求 他要求就是未来Air Jordan的鞋子 他都要分一个percentage of their revenue 这个是市场从来没有人做过的 到最后Nike还是选择要接受 所以老板回到他们公司 如果今天在你的眼前 你看到一个人才很有潜能 你会不会想尽办法要跟他合作 甚至是有没有可能是可以带他进来公司 甚至有没有想过通过股权激励 可以跟人才合作 你知道吗 本来Nike只预计这个Air Jordan 会带来公司一年的sales3个million 怎么知道在第一年 公司的sales from Air Jordan 已经达到163个million 现在Air Jordan一年就带来公司 4个billion的sales 夸张吗 所以第一个lesson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The right talent is worth investing in 下一次再跟大家分享多两个lesson See you then